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嘿,大朋友,小朋友,亲爱的弟弟妹妹,欢迎来到爆米花 芷芯姐姐很开心,又可以跟你一起相聚在这个时光 学习了一整天,你累不累呢? 每当想到学习,想到考试,你会不会同时也想到 唉,还有好多厉害的同学,好多对手,好多敌人 当我们很想要跟别人争个高下,争个输赢的时候 忽然间旁边的同学们,好像个个都变成敌人了 可是,这种生活过下去,你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快乐 每天到学校都觉得,哎呀,旁边有敌人 天父上帝并不想要我们这么辛苦地过生活 他希望我们是真心快乐的 但是,要想要真正的快乐 我们就必须把同学们 从敌人看回朋友 做朋友仍然可以努力读书 勤奋学习 但是朋友之间 不会斤斤计较 不会争个你死我活 这样才能够有真正快乐的 学校生活,不是吗? 今天,智欣姐姐仍然要在《你来评评里》这个单元里面 给你讲一个关于好品格的故事 一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内容咯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你来评评里 邀请你来评一评品格的道理 智欣姐姐要来给你讲一个故事 阿龙是一条住在森林里的小青蛇 它长得非常可爱 穿着一套翠绿色的皮衣 戴着一顶高贵又漂亮的帽子 看起来大家都说它好像一条龙呢 有一天,阿龙正要出门 忽然有个声音叫住它 喂,慢一点啊 走那么快干嘛 阿龙抬起头 东掌希望走了半天 什么也没看到 奇怪,它明明听见有声音啊 难道是弄错了 阿龙一面自言自语 一面继续寻找声音的来源 这个时候,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哈哈,笨蛋,别找了 是我,你的尾巴 什么,我的尾巴 阿龙这才明白原来刚刚一直是他的尾巴在和他说话呢 这下子,阿龙觉得不太高兴了 好啊,原来是你这根屁虫在作怪 你刚刚说什么,难道你想当老大不成 阿龙的尾巴信信然的说 当然啦,你当头当了那么多年 我老跟你后头,太没意思了 也该换我当头了 哼,凭你也要当头 瞧你,没眼睛看路 又没嘴巴吃东西 跟废物一样,当什么头 诶,你说我没用 好,我倒要让你明白 我有没有用 哼 只见一巴气急败坏的 咻的一声 立刻盘住路边的一棵大树 就这么不走了 阿龙和尾巴吵来吵去 谁也不让谁 没想到尾巴缠住路边的一棵大树 他不走 阿龙当然也走不了 就这么样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 阿龙的头和尾巴 还是互不相让 最后,饿得头魂眼花了 眼睛也花了 阿龙的头 只好向尾巴求饶 尾巴大哥 你,你快放开我 你,你快放开我吧 让,让你当头好了 哼,这还差不多 尾巴很高兴地立刻松开 他拖着头,开始没头没脑地往前冲 喂,喂,喂,尾巴老大 你看路啊,别乱跑啊 头在后面警告着 可是,尾巴只顾着横冲直撞 一个不小心,尾巴已经冲进了一堆熊熊大火中 啊,好烫,好烫,救命啊 尾巴被烫得卷成一团 根本无法动弹 只得向火堆外的头求救 头啊,还是让你,让你当老大吧 求你,求你,带我离开火堆吧 阿龙,这条小青石的头 这才没好气地说 我当然可以带你离开 可是,那也得要你,尾巴老生愿意动一动啊 赶快动起来,咱们一块出去吧 于是,头努力地维持方向 尾巴则快速地摆动起来 他们两个分工合作 终于快速地逃出火堆 可爱的小青蛇阿龙 又能够继续在森林里面 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了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有没有玩过骑马打仗的游戏 玩这个游戏必须要两个人两个人一组 一个人在底下当马 另外一个人就背在他的背上 由上面那个人互相去推来推去 把对手给拉下来 看看最后还剩下哪一组 马跟人还在场上 他们就赢了 你有没有玩过骑马打仗的游戏 虽然看起来好像都是上面那个人的功劳 可是如果你有玩过这个游戏 你就会知道 其实下面那个人也好重要啊 他们两个人一定要彼此合作 才能够有一个绝佳的默契 就好像故事中阿龙这条小青蛇 他的头还有他的尾巴 一定要有同一个目标 才能够让整个身体都动起来 想一想 你有没有属于哪一个团体 他们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样呢 譬如你的班级 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样 有的人当眼睛 有的人可能当脖子 还有的人是手和脚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别人是不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彼此需要 没有一个人能够只靠自己生活下去 你有没有戴过手表 或者玩过某些机械的玩具 手表里面只要掉了一个螺丝 它就立刻不能动了 玩具车里面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齿轮故障 这台车立刻就不能跑了 这些坏掉的小零件 虽然你眼睛看不到 可是它们却非常重要 无论再伟大的机器 都是由许许多多的小零件所组成的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小零件呢 除了学校的班级以外 其实我们的家也很像是一部机器 少了你绝对不行 再想一想我们的国家 社会不也是一部很大的机器吗 谁是这里面的小零件 小螺丝钉呢 没错 那就是每一个人 你每天走出去看到的所有人 都是我们大机器里面的一部分 如果不小心坏掉了 都会影响到别人 影响到整个社会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只是一个小朋友 好像什么都不会 也不能够做什么大事 不管你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 就算是最简单最轻微的工作 对整体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渺小 就看清了自己 也不要因为工作比较困难 就自以为了不起哦 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知心姐姐告诉你 不要老把别人统统当作敌人 要努力地学习交朋友 你才能够拥有真正快乐的生活 其实一个懂得交朋友的人 他一定也很容易能够跟人分工合作 也能够很快地把事情做完做好 所以求上帝赐给我们 有一颗谦虚的心 愿意用一个友善的眼光来看人 帮助我们学习与人和睦相处 也学习好好的交朋友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愿上帝调动这些朋友来帮助我们 愿我们学会与人分工合作 能够同心协力来完成那些又大又难的事 这就是小零件们发挥最大功用的时候了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小零件呢 你有没有预备好 要在你的家里面 在学校班级里 甚至在社会上发挥你最大的功用 愿上帝的光照在你身上 也透过你照亮身边很多人哦 今天我们的品格单元就跟你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知心姐姐还要与你空中相见哦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西海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明哥 跟着学习或选择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高风太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边一边去努力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多开满心里面 只有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们都好特别哦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神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多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管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神爱世人没有分别 神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多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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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怎样看着我的脸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